香港人灵活多变 即使面对全球反复的疫情 不稳定的外围经济 企业仍然积极辨证部署 不少香港品牌企业 对业务前景仍然抱有信心 香港近年致力发展创新科技 不少本地研发或者制造的产品 受到大众青睐 甚至获得国际肯定 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 就在2020年初 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宣布成功研发一款新型的多层次杀菌涂层 有助对抗疫情 参与研究的关系组教授说 新涂层的技术原理 是在物体表面形成杀菌膜 同时防止微生物在物体表面灵附 做到长效杀菌 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通常最重要是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就是经过一些飞没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传播途径 我们叫做间接接的途径 即是说如果我有病的 我咳嗽的时候用手掩住口 我手就有了这些细菌病毒 接着我走开门 或者按热门 我把这些细菌病毒 就放在这些的物体里 放了之后 第二个来用这些设施的时候 按热门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 变成了我的病毒 如果我们不是经常洗手 而且又有摸眼、摸鼻和摸口的习惯 就很容易受感染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长期的 来到一个有效的消毒的方法 很多时候 特别是疫情的时候 你看到有些电梯的地方 就发布了一个讯息 就说我们一个或两个小时 就消毒一次 那用什么消毒呢 其实大部分都用一些酒精 或者稀释了的漂白水 它们这两种 这么普遍的消毒剂 非常有效 在濕的时候 就是说抹了一下的时候 什么都杀了 细菌病毒什么都杀了 但问题就是说 当它干的时候 两分钟之后 全部都干了 它再没有杀菌的能力了 如果你两个小时之后 才回来抹 那两个小时之内 很多细菌病毒都很容易来传播 那这个就是我们研究的问题 那个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我们这个项目 做了没有十年都有八九年了 你想想 我们想做到的一个效果就是 我们有一个涂层 杀菌的涂层 我们噴了一些物件的表皮 那里 它就自动消毒 就是每次有人碰它的时候 它就自动消毒 而且这个有效期 要很长的 这项新技术 可谓是抗疫的及时语 但是关教授说 进行研究是要未与纠谋 就好像这款长孝抗病毒涂层 早在疫情发生前 已经着手研究 经过几代不同的产品 才到今天这个所谓MAC1的品种 那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设计一种的物质 就是可以将那些的杀菌剂包住 用一些的所谓醉合物 造成很多的微粒 就是微米那么小的果囊 然后就将它很平均的 噴在我们经常触摸的地方 又有很多的挑战 你用哪一种的杀菌剂 你用哪一种的罪恶物 来把它包住 它和它噴在表面的物件的相容性是如何 你有木、有布、有金属、有胶、塑胶 很多不同的物质 那我们噴上去 会不会有产生什么化学的作用呢 那又是一个挑战 接着它的长久性是如何呢 甚至有几个小时的效应呢 这些所有一步一步的困难 我们都要去克服的 团队进行测试的时候 证实涂层有效撒灭各种细菌和病毒 包括大肠肝菌、沙门氏菌和冠状病毒等 同时亦都通过人体的安全测试 更证实有效对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 有些消毒真的很有效 可能一两秒就可以杀光了 但问题呢 它对人体也很有毒素的 所以这个也是 我想做研究呢 你将所有东西我们叫做optimize 每样东西都可以是运用到最好的 我们最理想的消毒剂呢 就是对人体没有什么毒性 但是呢 就对那些微生物 就是杀掉的时候就很有效的 那第二呢 你用什么的物质包住它 你包得太细 它不发放出来也没有用 如果包得太细 它全部都流出来也不行 所以那个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那接着 你怎样去把它黏附在那些物质上呢 有些可能 噴水可以自动脱出来 或者你用了水擦一擦它全部都没了 那又不行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是一步一步一步的 来去研究不同的aspect 这个就叫生物安全柜 就是说我们用一些很有害的微生物 很容易感染人的微生物 我们一定要在里面来操作的 在里面操作有好处就是说 无论你做的时候产生什么的飞没 都不会飘出来 就是做个研究员就不会受影响了 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 就将涂层放在玻璃片里 然后就将一些细菌病毒 然后就放进去 试试它是否真的能杀到 全部整个过程都要在里面做 这行本港研发的技术生产线 设在香港 科技大学和一间本地企业合作 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 协助社会共同抗疫 为学校、老人院等病毒传播的高风险地方 提供无常的喷剂服务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还在学校、老人院 一些社区中心 我们觉得更加急切需要的 我们也做到一些低收入家庭、劏房户 原本公司计划在2020年第三季 才将产品推出市场 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只能够灵活处理 加快推出的日程 今年年初我相信 大家一过了六年新年之后都知道 都感觉到疫情外势胸胸 所以当时也真的没得想的了 当时将一个九个月之后要推出的计划 浓缺了在三十月之内 就立即推出了 所以我们要等到年初一 已经跟厂说要的 年初七到年初十才是第一批 噴灑的设备才到位 然后那个挑战是大的 因为完全是 就算宣传不说 就算是连最基本要令到学校 去认识的渠道都没有 所以当时就选择一个最传统的方法 就是一个逐家逐家扣门的 就是每一天去见十个八个校长 直接去学校去解释 亦都是科大博士帮助之下 我们做了很多场务 我们叫做露宴 因为当时校长最担心的时候 就是二月不知道 三月会不会开到学 四月开到学 所以我们一直在过程当中 就是帮他们做准备 令到他们开学之前的时候 有足够的保障 目前产品已经能够兼顾 家用和商用的要求 说得简单一点 基本上就喷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发挥它这个场效 因为当时有很多测试 例如说最初在医院做测试的时候 其实不是喷在一些普通的表面 是喷在一些在医院最忽略 但是最骚髒的地方就是窗簾 所以由于窗簾布 其实比喷在普通的硬面更加难 我们写意取难 就是做过最难的 得到效果的时候就很有信心 变成了可以很说谱 可以形容在基本上任何的文章上 因为在香港来说 其实本身在政府方面 他们都很乐意採用 比如说尤其是在 刚才所说的街市 公共浴室 甚至乎现在很多场馆 体育馆都已经有用 另外公共交通工具方面 我们都会很大力去保障 当然包括最传的巴士 纜车 甚至地铁 但是除此之外 我们都很照顾学童的需要 比如说所以在大部分的校车 我们都有跟他们做了很多合作 很多时候新近的 我们都准备跟香港五千架校车 去提供了含有这个技术的搓手液 这款产品除了应用在本港之外 红诗聪说 公司也已经开展了国际层面的合作 有超过15个国家 我们已经开展了业务 一直续续跟一些不同国家的政府 健康单位都有联系 他们很多都对这个技术很有联系 期望要聚沙城塔 不单止这个是一个香港要做的 其实周边说和国内 如何合作和其他地区 我们觉得有些技术 我们在我们能力容许之下 我们会开放一些技术 去跟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去谈 比如简单 巴基斯坦 直接是当地的市政府 和卫生部门直接跟我们谈 所以当他们谈到这些层面 其实已经不再是什么去商业 他们也说希望我们再下一步去想 会不会在一些GDP比较低的地方 而他们很需要的地方 我们可能可以释放一些技术 跟他们直接合作在那里制造 香港有很多优秀的原创科研 但是再好的研究 也都需要有合作伙伴 才能够促进发展 我们是在商业应用那里 跟科大去做 第一就是两年之前 我们也都因为我们想将技术 推得更快更广 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联合实验室 联合实验室其实就是集团 已经承诺了未来的五到十年 投放一些经费和资源 直接去回馈给大学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每一个在科技大学原创出来 应用在商业技术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商业方的伙伴 每一张合约和科技大学 都标明每一件产品 其实很简单说 你买一支技术的噴剂 其实里面已经有一个百分比的收入 是直接去办科大 其实我们很需要很多人一起来 去参与做不同的研究工作 因为防止疾病的传播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比如人传人是怎样的呢 我用什么防护用具呢 比如现在我戴口罩 可不可以戴得久一点 也有保护到它的性能呢 其实很多很多的 我们叫做研究问题 其实都是要去明白 你明白了之后 你才可以有方法来控制它 所以其实现在都有很多 很多研究的问题 譬如究竟是多少的病毒 剂量才是致病呢 是不是一粒的病毒 说要十粒 一百粒 一千粒 也没有好的答案 所以其实都是要继续研究 香港经济以金融、旅游、贸易业为主 肯将心机投放在工业和制造业的 有心人的确不多 但是我们总能够在这个大千世间中 发现到沧海为主 看过疫情下升势而起的香港